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别太慌张 我已登场 自觉必让 且带我收拾这战狂 别少要轻狂 龙胎也举撞 这一战不枉 我守护了光 我守护了光 其实我族自古以来都有个规定 凡是想进入卢花鼓楼之人 都必须先经历先祖设下的试炼 只有通过试炼之人 才有资格 有领路人带着进入鼓楼 好 我参加 我也参加 母亲 请用茶 母亲 您今天为什么要向他们提起试炼啊 您明知道我不是领路人 万一他们通过了 我却没法领路 这 要怎么收场啊 这件事情你不必插手 我自有分寸 可是试炼九死一生 万一他们装有人死在了里面 不是白白送命吗 你是在同情他们吗 我 我没有 我没有同情他们 只是陈述事实 我不管你是在干什么 我再说一遍 曹彦斌今天的行为 已经足以证明了 他为了领路人 是很有可能做出 伤害我们凌风街和踏风族的事 在我看来 他和石火王没有任何区别 这一点你必须记住 况且 我也并没有骗他们 想要进入鼓楼 就必须经历试炼 不管我们有没有领路人 这都是他们必须经受的考验 明白吗 明天的试炼由你来主持 你赶紧好好准备一下吧 是 曹彦斌今天的行为 已经足以证明了 已经足以证明了 他为了领路人 是很有可能做出 伤害我们离婚街和踏风族的事 你放心吧 有我在 我真情实感地关心你 你说我假惺惺的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不来这儿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坐在这儿 不要让这儿想生死自己 一 八经历 大夫 ミク 那天天天、「政割 impacts 我们留在 Wrestling Nation super 你就那么没事做吗 有啊 我是专程地向你道歉的 昨天是我说话太难听了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用跟我掏近火 你们既然答应了试炼 便各凭本是吧 放心 既然答应了的事 我们就一定会做到 不过 到时候还得麻烦你既往不咎 为红铁度 一言为定 干吗 机长为盟 小孩子吗 等等 我有没有看见 我跟你说过 我之所以一定要进鼓楼 是因为我母亲在里面 十年前进入鼓楼那批人里 就有她一个 所以不光鼓楼到底有多凶险 我都一定要进去把它给救出来 这种心情你是能理解的吧 请你答应我 请你答应我 如果我们通过试炼 你就一定为我们领路 好吗 母亲答应你 不代表我答应你 我话就摆在这儿 就算你们通过了试炼 我也绝不会给你们领路 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雷洛 雅玲 让你去跟颜如福道歉 怎么样了 她的态度 极其恶劣 非但没有好选 反而变在你家里 你说这个人 她是吃什么枪药长大的吗 怎么好说胆说都不轻呢 我看你也没少吃 与其这样 不如等试炼结束之后再说吧 说不定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其实不用等试炼结束 今天她约了我比试 等我们比试完 我再拉她聊聊 要不你故意输给她 卖个人情吧 不可能 谁还不要面子呢 你这个人 她这个人怎么也 北露 是她认识 就和人家大好关系 怎么那么双标呢 故意搞好关系 跟故意输给她是两码事情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来喽 去干吗呀 带我来一个吧 这这 老板 来两壶酒 来喽 来 老板 谢谢 老板刘布 老家问一下 颜天悦将军 您应该认识吧 他最后一次来这里买酒 是什么时候 我是他的朋友 曾经他经常带我来这里喝酒的 还叫我鲜花饼泡酒的吃法 说只有您这儿的酒 才最对他的胃口 前任的严将军哪 已经好几年都没来了 听说是得了重病 连下床都困了 不然也不愧交给 淋浴将军来管事啊 不过说到咱们淋浴将军哪 那真是了不得呀 这几年又是组建卫队 又是研发持狱 这整条街面貌一新哪 咱们不仅有了钱 还再也不怕那些恶灵了 这套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啊 天岳将军应该也能放心吧 二位慢用 多谢 看来天岳兄是真的病了 雷龙 你说他这个颜天岳是什么人啊 大人厉害吗 你有所不知 之前我向颜凌玉要求见天岳兄 但是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似乎就是不想让我见他 我觉得其中有蹊跷 所以特地来打听一下 至于天岳兄这个人 其实他一点都不厉害 甚至是我见过 资质最差的真魂将 他的口味也很奇怪 他喜欢的鲜花饼泡酒 我虽然只吃过一次 但是我更保证 这世上除了他之外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喜欢这种吃法 那这个人听起来 不像是能和领蓝 司令做婆婆的人吗 你有没有见过一种人 明明自己没有什么力量 却还要拼死保护一方 他就是那样的人 所以啊 你以后也不要说颜若福不行 他守护凌风街的心 绝对不会比你守护 罗刹记来得少 到底什么情况 颜若福真是那种不讲理的人 昨天晚上我看错了 不是 广场 就是 是 我 请问下面有人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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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赢吗 因为我昨天看了你练功 那我怎么样 所以我就打起十二分精神 苦练了一整夜呢 若福 我承认 我之前对你关心 确实是由你是领路人的惩犯 但是从昨晚到现在 我不是把你当做领路人 而是把你当做 真真正正的对手 少说这些好听的 从来不被人证实 不管怎么努力 都得不到认可的感觉 根本就不会理解 我是了解的 要不然 我说给你听听 好啊 那你说说看 看你能说出什么话来 我以前在人界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学的是建筑专业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 我需要很努力很认真 才会被认为不熟男生 刚开始实习 被分到的 也基本都是 最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领导也觉得女生不吃苦 让我回家嫁人算了 后来来了镇魂街 情况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虽然有守护袁绅 但我自己的力量很弱 远远不如曹颜冰谈了 曹颜冰也觉得我是个脱油瓶 根本就不想带着我 太过分了 他们怎么这样 但是现在你看 我们已经可以成为 并肩作战的队友了 人各有所长 我知道我有弱点 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 他也有他的弱点 也愿意接受我的帮助 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强者 而想要变强 就要正视自己的弱点 接受自己 所以 守护袁绅的事情 让我帮忙吧 你真的有办法吗 办法是人想的 我们一起想吧 所以你从小就没有换出过守护袁绅 是 也正是因为这个 我一直得不到母亲和族人的信任和认可 李轩人 主人 找在下和尚 是这样的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一个继神人 想要召唤出自己 从未见过面的守护袁绅 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个 通常需要知道守护袁绅是什么 守护袁绅分为人 魔 神 兽 不同五星 每一种都有相对应的换出方式 如果不知道守护袁绅为何类 很难对症下药 那 有没有什么通用的方法 简单粗暴的那种 除非 继神人处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 可能会激发守护袁绅 对主人的保护 对啊 那个时候你被我锁在身体里 我就是这样把你换出来的 那天我正在过马路 突然冲过来一辆车 我以为自己要完蛋了 没想到你突然出现 直接把车掀翻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特殊情况 通常我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因为一旦失败 就会很危险 保护袁 NV 不用了 都很危险 annul 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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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 这个就是你的守护元神吗 是 我确定是他 刚才我眼前就要到牙底 就快没命了 突然身体一清 再反应过来的时候 背后就长出了一双翅膀 太好了 太好了 兄弟 我做到了 神兽卓颖 倒是极为罕见的守护元神 你认识他的守护元神 他的守护元神叫卓颖 是一首很罕见的神兽 古迹记载 洗净物斗 深藏山里 睡眠时间很长 他的羽毛十分金贵 可以用来画梦 只不过 没有什么战斗力 是真回事 又什么会儿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在这儿坐一会儿就回去 你饿不饿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上次你还没吃全呢 那个 我有件事想找你帮忙 什么事 行吧 你 确定吗 你拜托了 好 可是我事先声明啊 这可是我第一次画 如果画得不好 你可不能怪我 我怎么可能怪你呢 我保证 好 终于 孝楠 孝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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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твенно 孝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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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吧 我冷静 我冷静 若福 我从现在开始正式宣布 你的守护元神 就是整个镇魂街里最牛的 厉害什么呀 明明没什么用 我说真的呢 别的守护元神只会打架 但你的守护元神不一样 你的守护元神能让人美梦成真 简直就是镇魂街的活菩萨 谢谢 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 除了刚才那样的梦 就是有没有别的 真正想实现的梦想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再见一见 我爸爸 他已经去世了 在我小的时候他特别忙 我很少能见到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还是在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后来知道 他其实是一名镇魂匠 我收拾他遗物的时候 发现他临死前调查的事件 跟炉花鼓楼有关 我想他的死一定不简单 所以 这就是你想进炉花鼓楼的原因 我一定要调查出事情的真相 告诉大家 我爸绝不是一个懦夫 可是 我是说如果 如果你通不过试炼 可是会死在里面的 没事 就算我一个人通不过 不是还有曹燕冰跟北洛吗 他们一定可以的 对了 曹燕冰的妈妈 你是不是见过呀 差不多在十年前 她也来过凌峰街 她的妈妈叫唐笑笑 唐笑笑 有印象吗 那个时候 你应该也有十来岁了 没有 记不太清了 哇 osa 放我 、麻烦 姑姑 你平时几乎每晚都来 怎么最近几日都不请你来呀 是不是凌芬姐出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说呗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为你出谋划策了 那有什么事啊 来 今天给你带的 都是你喜欢吃的 快吃吧 好吃吗 对了 姑姑 我姐她有消息了吗 对了 凤渣 你基本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向我问一次瞧瞧 你应该知道 她已经失踪快十年了 怕是有可能 已经凶多吉少了 不会的 姑姑 姐姐一定还活着 当年 姐姐是大人领路出的 骨楼台失踪的 我还被困在骨楼里了呢 十年了 骨楼又要出现了 也许我有机会 把她救出来 什么意思 姑姑 你就让我出去吧 我一定能救姐姐回来的 不行 现在还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才可以 你之前说过 我十五岁的时候 就能出去了 现在我对找这么大 凤渣 你父亲是镇魂匠 你对我们凌峰杰 是有责任的呀 我知道 所以我现在每日 都刻苦练习呢 希望早日 人家有自己身体里的力量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 我现在每天 都对着山顶练图纳 声音能传得好远 声音传很远 那会有人发现你吗 我 我 凤渣 跟姑姑说实话 今天 有个女孩在山顶喊话 我也喊了一声 她好像听见了 还从山顶向我喊话呢 喊话 那就是已经发现你了 你别担心 姑姑 我只回了她一声 她问山下有个人的时候 我就没理她了 女孩 女孩 凤渣 你现在元神历练的如何 如果离开这个所神 是镇着的山东 你能控制住元神历多久 差不多三天吧 三天够了 你赶紧收拾东西 我们立刻离开这儿 为什么突然要走啊 是因为那女孩吗 姑姑跟保证 她没有发现我 不行 不能心存侥幸 特别是这几天时间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 最近怎么了 我说了 凌分界出什么事了吗 你别多问了 赶紧收拾东西 便走别说 最好 我本来说 我这次不找人 你会帮我 我们不是找人 我帮你 我帮我 大家有事 我变成 我 我 你 我 凤渣 这几日 你就先在这儿住着 等姑姑 解决了那三个人之后 就立刻来接你 我明白 您刚才在路上都说了 卢花鼓楼出现在即 有三个坏人 要把我找出来 给他们领路 让他们做梦去吧 姑姑 你就让我出去吧 我帮你好好教训他们 不行 我不是说过了吗 他们就是来找领路人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跑出去 岂不是郑重下怀 他们这帮人实力很强 倘若真的把你给带走了 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你也知道 你父亲和我对你寄予厚望 就等着哪一天 你能够彻底地控制 那只凶兽的力量 站出来守护好凌风阶 扭转凌风阶的弱势 知道了 姑姑 我不出去都是了 姑姑 飞脸说得守护眼神 能不能别叫他熊叔熊叔的 还有 他现在被关在哪儿 他还好吗 我想见见他 凭我现在的实力 我能控制得了他了 我想试试看 你真的有信心 能够控制他吗 这 睡一室总 总没问题吧 你放心 飞脸他很好 等到有一天 你真的有信心 能够彻底控制好 飞脸的时候 姑姑就一定带你去见他 可是 好了 你最近就在这里待着 其他都不用操心 听话 那姑姑就先走了 这几天好好照顾自己 过两天就来接你 好 你们来抓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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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两个纸老虎 来抓我呀 我 你来呀 你来呀 你慢点 我来了 小心点 我快点上去 堵住他 吃老虎 来抓我呀 跟他回去吧 这雨越下越大了 我还要再玩一会儿 一会儿林导要生病呢 好吧 终于回去了 咱们回去接着玩啊 我要吃了你 你们小心点 我要吃你 我停下来 你们慢点 order 是摔的了 好了 来 来 来 母亲 明日的试炼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先祖的画卷 我已经取来了 母亲 我能和您商量件事吗 说 明天的试炼 能不能取消啊 为什么 母亲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告诉曹燕斌 他们三人真相呢 告诉他们目前临风街 已经没有领路人了 我觉得曹燕斌他们 跟石火王不一样 未必会为难我们 何必让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参加什么失恋 未必会为难我们 你凭什么那么说 因为他们进鼓楼 都并非是为了一己私欲 而是为了各自的新人 尤其曹燕斌 曹燕斌这次进鼓楼 要寻找的母亲就是唐啸啸 当年唐啸啸在恶灵手中救过我 也救过其他踏风族人 所以呢 重要吗 不重要吗 不重要吗 母亲 十年前唐啸啸救过我 也帮过我们临风街 这件事您能忘 我不能 这件事情 我自然是记得 十年前 我们踏风族 被几个高等级的恶灵所侵犯 当时 我们的族人根本抵不过 是被唐啸啸一行人所救下来的 我 既然您都知道 为什么还要为难他儿子 我们踏风族 一直以来都是实力孱弱 所以必须得行事谨慎 我岂止记得 十年前的那次入棋 我甚至能记得 每一次入棋 特别是五年前的那次 我们踏风族 差一点就被灭族了 我今天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不想让我们再重蹈覆辙 母亲 我 跪下 我让你跪下 凭什么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这件事情你用得着问我吗 当年就是因为唐笑笑帮了我们 你舅舅才派乔乔 替他们一行人捋路 结果呢 乔乔一去不返 我们欠唐笑笑的人情 早就已经还清了 他儿子又与我何干呢 而你 稀里糊涂 优柔寡断 几个外来人在你耳边说几句好听的 你就彻底昏了头 你知全族的安危于何地 你担当能去大家叫你一声少将军吗 穆京 您说得对 我是糊涂了 没有将全族的安危放在第一位 可我也不是完全糊涂的 至少我知道 曹颜斌他们刚刚才帮助过我们 这是事实 可母亲您觉得 只要告诉了他们真相 他们就会对凌风街不利 那才是异测 闭嘴 你简直就是明顽不灵 不可救药 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给我跪一宿 明天早上起来 直接主持失恋 跪就跪 有什么了气 是 将军 您不会真让少将军在里边跪一夜吧 任心难测 自古以来 每一个想要进入孤楼的人 哪个不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然 先祖为什么会设下这个试炼呢 倘若他今日不跪 省下了这一番苦 日后 必定得用十倍的血泪才能偿还 将军 将军 把军人编军 已经宿了 来 我 也想继续 李若 事 不是 你们 天气快亮了 听欲望的心中 在蚕食着一年 看剧相的世界 战动着慢慢倾斜 我们穿过农业 无畏风浪过街 便吃足生前 I will never surrender 最少的人也 让梦念 让爱也都湮灭 I will never surrender 掀开的梦念 为新鲜 为耀眼的明天 I will never fall I will never be alone 那生命如落叶 打牢不到一眼 我蒙蔽的双眼 来窥破为之凶险 在命运的刀剑 街上只缘想 街上只缘想 赶踪成一月 I will never surrender 做少的人也 让梦念 让爱也都湮灭 让爱也都湮灭 I will never surrender I will never surrender I will never fai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